下一支乐队是 娃伊娜 合作的女神是 任素希 娃伊娜 任素希 她们很好的 她们很好的 那这次咱们女神 最想合作的女神是谁 你看 我们都看过她的第一眼 就觉得非常有才 唱的歌的声音 也安咬自己的气质 然后她自己也写歌 呼唤声 小三 你不要动我 你动我过来撕牙 你撕牙 就是演得特别好 里面的歌也唱得好 乐队的夏天的第三集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演员人苏希 很荣幸来到这里 来这个节目之前 你有听说过这个乐队吗 实话讲没有 那你为什么会答应这次邀请呢 就是没有听说过 但是她们给我发来 她们的歌之后 我其实是比较惊叹的 我就冲着这个歌我得来 你们好 很荣幸见到你们 终于看到 粘着的 是吧 你们好 你们好 她还刻意涂了那个防彩霜 我也是 我瓦莉娜的巴农 巴农 我都了解你们 我已经做过功课了 对 我们这次唱了 她写的一首《大梦》 十八 十八老师 不是 不要轻啊 老师 十八 对 八老师 十八老师 对 二十八老师 对 对 我听他们发来那个《大梦》 这首歌非常打动我 我觉得写的非常了不起 非常喜欢 这不是因为有那个镜头 是因为这几年我听这种歌 很多这首是写的最好的 最好的 涌现 最好的 最好的 我已经流水走在天 因为这首歌演出 我叫陆明去吹口哨 我也请了巴农 由他们两个才勾上的 《大梦》这首歌就是我们 瓦莉娜能够坐在这里的原因 我看到 银朵在天上 我听到 小河在流淌 我看到 人们迷失在路上 好 可以 写得真好听 谁写的 每次你唱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很想哭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是整首歌的动机 是 亲身经历 那你看我看成不成 真的 十八 找对象 十八 他是今天应该我觉得 最找到同僚的一个人 他这首歌的完整和独立 和他想表达的那个东西 朴实无华 又贴近现实 好像在诉说我们每一个人 一生所经历的勾勾卡卡 我觉得很触动人 之音难命 他说了对大梦的一些看法的时候 就是 真的很 很有共鸣 我一把十把走在天野里 看见个小孩子在风里 哭泣成光 真灿烂 拍 我感觉 我觉得还挺好的 就是我觉得你不管什么 想空多久都可以 直到因为这时候我们都没有声音 直到你想唱了 你就上去唱就好了 OK 可以 哇 棒 就是音乐还是很奇妙的 你看我本来也不是唱歌的人 我只是一个演戏的人 他们其实也不是从小就在一起唱歌的人 也都是在某一些境遇里面相遇了 那什么连接了这个东西 不就是音乐 它其实会跳过很多环节 直接就能让人的距离拉近 给气球上没出来 是这个意思 晕了 薛扬了 你是九几年 九零 九九零年 刚好九零 也够快的 你小孩几岁了大的 十七岁 如果我走到你们那儿 我们就一起去演出 好 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 怎么会 感不感 我们无名之位 是不是 非常开心 他一起来询释表达这首歌 就应该是他 对 就应该是他 对 全宇宙谁都不行 苏西的加入 真的让大梦有一片田野 变成了一整个村庄 有请瓦依娜和任苏西老师 太好评伍 来吧 评伍 评伍 好像任苏西老师 掉也累了是吗 那倒没有 没有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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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把一定得克制 你这耽误人家 别扯人后腿 来吧 十八来介绍 介绍这首歌吧 其实已经写在歌里面了 我要说的就在歌里面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苏西第一次听见这首歌 什么感受呢 我是因为这首歌才来这儿的 十八这首歌里所想表达的 这是我现在这个生命阶段 正在思考的 所以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其实在一个外地徒步 太阳很晒 然后我当时就想 这什么歌走这么长 扔过来以后九分多钟 我就开始听 其实一进吉他 我就觉得 我就没再动了 那个我都忘了 那个太阳一直在晒我 就都给我晒黑了 九分钟 但是我听完之后大为震撼 我觉得这首歌 真诚质朴有文化 二楼的各位老师 我听这首歌的时候 就真的也被打动 就是我会觉得说 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 会有一些焦虑 就是每天会问自己 该怎么办 就是感觉是在唱我们的心声 但是我看到说 一直从十几岁 可能一直写到八十岁 原来每一个年龄阶段 他们都会有自己在想 该怎么办的这种情况 好像其实受到了一些宽慰 感觉会从音乐中得到一些力量 非常感谢你们真的 谢谢 这次我没有表演好 我觉得我的手一直在抖 一直在抖 刚才我们上台的时候 其实都非常紧张 因为我们等了很长时间 已经那个持续的紧张 所以就是刚才在上来的时候 我说如果即使我们没有达到 我们最好的水平 那就证明我们就是这个水平 我们也要接受自己 爱自己 对 对 放大快乐 来吧 大老师 我首先会觉得 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播完之后 很多人会听到这首歌 如果有些人听完这首歌 完全也没什么被打动的感觉 我特别为这帮人高兴 因为生活注定是无所适从的生活 然后如果有一些人听完之后 觉得哈 不就这样吗 了不起的人那都是 然后您写这个歌的时候 是在哪个年龄层是写的呀 三十五岁 然后你是突然间怎么就想的 就是说我要开始 想想我以前我未来会怎么样 或者你身边看见什么了 我从七岁的时候 就开始思考死亡了 活 怎有必要活这么难过吗 然后呢 然后就后来三十五岁 突然想明白了 对 然后我想知道最后这一段 我看到花在绽放 然后鸟在歌唱 这个是本身这首歌的最后吗 不是 不是 这一段是爸农写的 就是我写的最后结束就是 如果生命是一场梦 你会怎么办 无解的结束啊 实际上这就是本身就是答案 问题有时候本身就是答案 在明面上你看这这闹的 追寻的过程它就是一种答案 以后就享受现在吧 因为语言它具有破坏的能力 就是你一旦一个东西一说出口 它就破坏了 比如说我说沉默 我说我要沉默 但实际上我一说出口 沉默就没了 我说我要享受当下 以后我一说出来 我享受当下 当下就流走了 我觉得语言真的是留给歌词吧 我心里面一直有这个担忧 因为我们拍了很多 他们真的是在那种地 但我相信播出以后 肯定也有观众会问我们 你们是不是摆拍 以您近距离跟他们接触下来的感受呢 我从其实还没见到他们的时候 从他们的作品里 我有种什么感觉呢 我知道他们现在在山里种地 但是我觉得他们一定见过世界 又回去 所以我所谓的有文化 不是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学历 你上到了几年级 而是你见过世界 这对我很重要 这对我找到知音很重要 你们合作排练过程当中交流多吗 很多 聊这首歌以外的话题吗 聊 聊什么呢 聊点量子纠缠啥 量子力学 你太闹了 好 赵老师 你带着老话镜说 你带着老话镜说 我为什么带着老话镜说 带着以后就真跟这歌词吻合了 八十八 很感动吗 带吧 带 走着 我特别喜欢这个歌的歌名叫大梦 对 刚才素希说 她说她为什么被打动了 那一定是触到她最敏感 最脆弱的地方了 然后也是同样触到我们最敏感 最脆弱的地方了 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 然后又到了八十八岁走到田野里面 又看到那个小孩 然后她又回来了 看见个小孩子在风里哭泣 就是我已经不想流眼泪 而是就是 就是哎 她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么的真切和踏实 对 对 而且我特别喜欢就是你们去收了地 然后再回来唱歌 我觉得那个很棒啊 我就觉得唱的时候 我一直捧着这个歌词在看 就觉得这个歌词实在是太 就是太简朴 那种没有华丽的东西 但是它就是打动人 然后觉得任素希的声音 本来就是有诉说感的那种感觉 特别是到最后 说这只是个小坎 还有太多的风景 放不下怎圆满的时候 就是你加了一点点的那个 不知道是真的你哽咽了 还是还是加了一点点东西 我就是控制不住了 我这人没什么准头 但是真的特别扎心 所以我刚才真的有一阵想哭 很想哭 我就那种哎呀 被歌词打动到了 我什么焦虑啊 活好当下 这是真的 这种感觉真好 是不是有一个很奇妙的事 当你48的时候 你看38那个问题不是问题 58的时候觉得48的不是问题 到了88的时候 觉得一切都不是问题 所以现在你的问题 还是什么问题呢 对 就活好当下呀 好棒啊 好棒啊 谢谢瓦依娜 谢谢任素希老师